跟著節奏 氣勢很足夠 柔和配樂 當然也難不倒 每一次出拳 踢腿等 動作快慢 通通掌握得近乎完美 眼前這位 就是來自台灣 在成都市大運中 先奪得太極劍銀牌 又拿下太極拳金牌的 武術好手孫家鴻 我從小不會覺得沉悶 對 因為小時候是 我拉著媽媽去練的 對 不是我媽叫我去練的 所以本身這個動機就不太一樣 然後因為很喜歡這種武俠片 提到武術 孫家鴻熱愛眼神藏不住 身上掛著各式徽章 是和各國一起交換來的 這一路走來很不容易 早上六點起床後 七點武術自主訓練 各種招式都要練 直到十一點半就起 宛如一個人的武林 頭頂上方這個這個地方 還是有一道巴是長不出頭髮 已經練得很累 然後還用力去吹力量 然後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灰的 然後就投起來的快一點 然後竟然繞一圈就砍到自己了 秀出曾經受傷傷口 孫家鴻從不放棄 他年僅27歲 34歲就開始練武術 高中到大陸各省去學習 拜師學藝 幾乎所有武術兵器都練過 帶他去森林裡面去掃高原 孫家鴻媽媽是台灣太極武術學院院長 家人們都非常支持 其實孫家鴻已經結婚 太太也練武術 兩人已經有一個可愛的三歲兒子 一開始會覺得說 自己好像有點早了 這個成家有點早 小孩出來的有點早 後來發覺這反而是給我另外一個 一個成長的一個機會 如今20年模一劍 成功讓世界看見武術 也要持續為台灣爭光 TB的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